大家好,我的名字是王宜梅,和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人权。 首先,我想告诉你们,为什么联合国要把人权当作一个全球议题? 联合国定义了广泛的国际公认权利,包含公民、文化、经济、政治和社会权利。 他也建立了促进和保护这些权利,并且帮助各国旅行其责任的机制。 接下来,我要跟你们介绍的是人权是什么。 人权总共有三十个,但今天我只会介绍其中两个。 一,每个人都有自由权、生存权和人身安全权。 二,每个人都有权利在法律面前得到平等。 下一个,我要跟你们介绍的是人权对人类的影响和它的解决方法。 有一些国家没有人权,但是人权是很重要的, 因为人权确保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,而且它也保护弱势群体。 但UN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? 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之一是北韩。 北韩没有人权的例子是, 一,他们的政府不让他们的人民购买别的国家的东西。 二,他们为了北韩的汉务没有地暖系统,所以他们冬天时会很痛苦。 这属于生存权。 和为了解决他们不能购买别的国家的东西的问题, 我们可以邀请他们的政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, 并且降低关税。 和为了解决他们地暖系统的问题, 我们可以当他们要盖房子时,先把地暖系统盖起来。 最后我要跟你们介绍的事, 我分享的是, 我要跟你们, 我对人权的心得,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人权, 但是还有一些国家没有人权, 像我刚才说的北韩。 但是, 如果我们根本没有人权会发生什么呢, 我们就没有和平、 自由、 知足、 或任何 表达意见的权利。 和因为这些原因, 我认为人权需要法治社会。 那我的报告到这里, 谢谢大家。